餵母乳是媽媽和寶寶之間最親密的接觸 不少媽媽都希望在收奶後可以保存母乳 留下和小朋友這段珍貴的回憶 所以媽媽寶寶LittleFing會用固化母乳的做法 將母乳先固化為水粒,再磨成粉末 然後混合光學樹枝膠,造成寶石,製作成母乳首飾 令每位媽媽以獨一無二的方式保存母乳 將和子女初接觸的美好回憶永久保留 Hello,我是Jesse,我是媽媽BB LittleFing母乳首飾的創辦人 我是兩個小朋友的媽媽 大女兒是七歲,小女兒是四歲 從事母乳首飾之前 一直都是做一些首飾有關的行業 我有十多年的經驗,一直都是做首飾 最初我是做一些純癮首飾的品牌 也有很多教學的工作坊 大概三四年前,開始創辦了媽媽BB這個母乳首飾品牌 母乳首飾這件事,其實很多年前我都已經有留意到 最初在外國一直都很盛行 但在香港來說,不是太多人去做這件事 其實選擇也不多,設計比較單一 大多數都是珍珠形狀的首飾 基於我本身一直都是做首飾 對於首飾有一定的觸覺 我覺得其實母乳首飾可以更多元化 或者是可以加入多些潮流的元素 等到媽媽其實他們可以多些選擇 以及可以日常更加容易穿搭配戴 當辦了媽媽BB這個母乳品牌之後 都有很多很難忘或者是很特別的事情 例如有一個客人 他來做母乳首飾給他剛出生的嬰兒 他後來跟我說他需要再做多一份 送給他的大兒子 其實他的大兒子已經準備讀中學 他說他的兒子知道媽媽做這件事給妹妹 其實他都說自己想要一份 我覺得很有趣 原來其實無論小朋友他什麼年紀 什麼性別多大都很想得到媽媽一份愛 另外我同時也有開辦一些母乳首飾的工作坊 那些媽媽他們可以親身上來一起上課 有一次就有四個媽媽 其實他們是互相不認識的 一開始我教他們做 他們都很安靜地在這裡做自己的作品 突然講起一些小朋友的話題 然後很快他們又不熟 突然就變得大家很熟的聊到很投契 所以都是很有趣的就是 其實媽媽一講到小朋友的事 他們就會很投入很亡懷 還有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給他們去宣洩一下他們生活裡面的壓力 或者和大家分享一些開心的事 其實平時可能未必有這樣的機會 找到和老人去講 關於親子的心得 其實我自己就覺得應該 再重視在自己的內在 好像我在創立品牌的時候 我都設計了一套媽媽的心意卡 其實一套六張裡面是有六個句子 是一些被媽媽打起的說話來的 其實中心都是圍繞 其實媽媽他們要首先要安穩自己的心 譬如令到自己 不要太過完全專注在小朋友身上 因為其實都是一種無形的壓力 其實他們是應該回歸自己的初心 令到自己開心 因為其實一個開心的媽媽 才可以養育到一個開心的小朋友 不知道嗎